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片雄浑广袤的沙漠之间 几十种野生动物在此栖息 144个湖泊水光炼焰 赋予了沙漠勃勃地生机 我们经常一提到沙漠老龄 因为是死亡的制裁 认为是一个生命的禁地 而巴弹麒麟下降 生命是生机不足 经常面对有什么状态 就一看 特别刚看到的时候 你觉得是一个 绝望的 不可欢迎的高山 但是呢 你真正的用尽了全力去 翻过这个山以后 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可能就一个湖泊 非常漂亮的一种颜色的湖泊 而且呢 我们知道最高的沙山 世界上澳城沙漠珠峰的 这么一个山 就在这个巴弹基金沙漠里 而144个湖泊 跟这种的沙山 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也是在世界上绝无尽有的 它是一种的 沙漠中最美丽景色的 绝美的标本 因此我认为 入选这个世界遗产的 当之物 除了自然景观 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 湖泊周围 发现了60多处 史前文化遗址 考古研究证明 目前 巴丹吉林地区 拥有不可移动的文物 500多处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295处 其中研画 是巴丹吉林沙漠中 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被称为沙漠故宫的 巴丹吉林庙 是巴丹吉林沙漠的地标 一接触的盐画 给我们特别特殊的印象 特别的安详 你比方它有放牧 有狩猎 还有很多的聚落 它里头少了血型 少了这种战争 所以说我总觉得 面对盐画的时候 我忽然能够理解 为什么巴丹吉林沙漠 生命是升级合格的 说明他们 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的 文化认可 几千年以来 这巴丹吉林沙漠呢 一直是人类生存 跟发言的摇篮 我还看到了一个 叫号称 沙漠故宫的 巴丹吉林庙 看到它呢 别人可能经常用震撼这个词 我却觉得用融化的词条 当时看到以后 我都不知道哪是主题 啥是主题 还是不是主题 还是要是主题 完全融合了一起 文明之间 人与自然之间呢 叫和和共生 一直是和谐存在 巴丹吉林沙漠 沙山湖泊群 身移成功 仅仅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这片神秘而壮丽的沙漠 承载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它的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虽然它经历了 漫长的七年里的生意过程 这个生意成功呢 我总觉得 对巴丹吉林沙漠来说 刚是个起点 因此的话 我总觉得 先要深入地研究这片沙漠 研究了它才能 很好的保护它 才能够阐释它 所有的内涵 要持续在这个沙漠中的 保护中的 一定有绿色发展的 贯穿的理念 随着我们对 这片沙漠的 更多的了解 更多的研究 更多的保护 这片遗产呢 一定会有很多的 精彩 精细 马上到我们的面前